打开,把这些线断掉 往事之后,把这些线扣开 先拽出一根的,然后一根根的往后拽就可以了 硬下来之后,这里有四颗螺丝 把这四颗螺丝拆掉 然后这里有那个胶 这个胶的话是要先用那种热的东西把它吹一吹 就按电锤风吹一下,它就暖了 之后就可以把它给揭开 揭开之后,这里就可以拔下来 然后把这一块板换掉 这两个东西是吧,它怎么插的有要求吗 到时候就给它一个特写 好 这个还要搞软一点,我这个客户就直接搞了 这个胶,它一吹,它就软了 然后把板子,现在就像是把板子换好之后了 然后就拆螺丝 然后完事之后,然后就是这样 就是这里接线是这样接的 这里 这样接 这样 然后这 这是最边边的是吧 对,接最边的一个 这个也是接最边的一个 一个横着一个竖着的是吧 对,一个横着一个竖着 就这样 这是接好了 接好之后 然后烤到这边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穿线 嗯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穿过去就可以了 好 我觉得这线的 感觉穿过去还有点小 这线的不是不太好穿吗 嗯,我的手 先先弄出一点的 然后先穿这个 嗯 先穿这个扁的 对 然后再穿这个 嗯 这样弄的 所以就让它这样顺一下 对 这个角度 然后把这个东西 嗯 对准 扣下去 然后这样 把它这样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它就会卡到这个 嗯 卡扣这边 嗯 然后这样就卡好了 嗯 卡好之后 然后就开始接线了 哦 接线就是注意这个 就有 有两根 两根就是 四个嘛 四个是这种头的 这种头的就是 接这两根线 黑接黑 红接红 然后再一个 这一个 黑接黑 红接红 嗯 然后这里有两个 木头的嘛 木头的 然后是接这个 极线器 黄色的这一个线 嗯 然后也是 黑接黑 红接红 剩下这一个线 哦 它这口都不一样啊 对 嗯 然后就这样扣下去 然后旋转一下 对准螺丝孔 然后打螺丝就可以了 对 对 对